大家好,我是豆妈 应粉饰要求出一期肉粽子的视频 今天安排上 一斤梅花肉去皮后切成小块 可根据喜好选择五花肉 放入盆中 放姜片去腥 一勺盐,一勺白糖 一勺胡椒粉,一勺十三香 三勺生抽 一勺老抽,一勺蚝油 下手抓拌均匀,覆盖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腌制 两个小时以上 糯米三斤淘洗两遍后 浸泡两个小时 下面处理粽液 先把粽液清洗一遍 然后放开水中煮三分钟 水中放一勺盐 可增加粽液的韧性 煮好后,捞出再次清洗 修剪掉头尾 糯米泡了两个小时 手指一掐就碎 倒入肉栏中沥水 接着倒入盆中 放两勺盐,一勺白糖 一勺十三香 三勺生抽 两勺老抽 用手翻拌均匀 压蛋黄倒入盘中 食材都准备好了 肉,蛋黄,糯米 取两片粽叶 背面相贴 不管是用竹叶还是尾叶 都用光滑正面包线 因为叶片向正面自然弯曲 更利于折成漏斗形状 先放一勺糯米 放一颗蛋黄 接着再放一块肉 最后放糯米 用勺子压紧实 用手拇指和食指 摸住上部 左手顺势 把粽叶向下翻过来 然后用拇指和食指 捏住两个脚 向里折 剩下的粽叶 缠绕起来 用拇指按住棉线 缠绕三到四圈打结 动作要一气合成 这样粽子才不会松散 全部包好后放入锅中 加清水没过粽子 上面放一个盘鸭子 防止煮制过程中 粽子漂浮 煮开后 改中小火煮两个小时 时间到了打开锅盖 哇好香啊 满屋的重香 打开一个看看 颜色很诱人 味道刚刚好 咸香鲜糯 特别好吃 快安排吧 大家都喜欢吃什么 线的粽子呢